最近性騷擾事件頻穿 許洛軒時時日出席 現代婦女基金會守護 甲寶婦女活動 除了宣導公益 也意外曝光了拍吻戲 被卡油的事件 拍戲的時候有發生過一次 但這個不能成為標題 所以我也不能夠跟你們講太多 哇 這個真的 哇 這個好難的講 不行 等一下對後路之後 他們開始去查哪一部戲 喔 這不行不行 甲公祭司 對 那我覺得我是太 太心疼工作人員了 所以我當下是把這場戲做完的 那所以是很小小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 有一場吻戲 對 但其實要拍到一個 很漂亮的全景 所以其實鏡頭是拉拉拉拉拉 拉到非常遠的 根本看不見的時候 根本就不必了 你就兩個站在那邊 就已經覺得 兩個是在談戀愛的嘛 但是鏡頭拉很遠很遠很遠的時候 依然 在 還在那個戲的狀態裡 就真的非常想 賞他六八掌 但是因為那個機器要這樣子調度 是很大很大的工程 所以我就沒有賞他六八掌 因為我一賞他六八掌 怎麼要重拍 而且賞六八掌之後 這場戲可能也就不用拍了 對 所以整個腦袋那時候 就想說為了戲的完整 忍耐一下這樣 那時候有想過說找替身嗎 還是那時候其實不一定 對 因為他是從鏡頭 然後往外拉的 那後來這顆有用嗎 結果 他不是沒用嗎 不行 我怕你們去查 但是我真的 當下真的想要賞他六八掌 就是 連我都想廢棄 後來還有遇到他嗎 後來遇到誰 永生不必再見 對 我覺得像當下那個情況 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會選擇直接賞他六八掌 讓這場戲拍不成 對 因為那時候年紀太小了 所以也會害怕 而徐若萱出道20多年 終於要登日舉辦個人見面會 結果被大轉彎問到 曾經一起合作的 廣莫兩指婚外情新聞 他則是專業的給出建議了 什麼新聞 就是他跟他老公可能有一些 婚姻小狀況 沒有耶 什麼時候的事 這兩天 這兩天 我覺得你們關注就好了 那是你們的工作 我覺得別人的家務事 我真的沒有好評論 因為就完全不了解 對 完全不了解